小巫童,小镇上来了一只章鱼怪,我要去外面维护治安,你在家里可千万别出门,不管谁敲门都不要开,听说章鱼怪会变化成你最熟悉的人,骗你开门,一旦开了门你就会被抓走,成为他的大餐 小五妈妈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任何人开门的,你安心去巡逻吧 好,一定要记得我说过的话,不要开门,我去巡逻了 小巫童一个人在家吃着烤乳猪,忽然窗外出现一个人影 小巫童,你给我开门,我好饿啊,让我惊气吃一口 三只阿姨,外面有章鱼怪,很危险,你怎么不回家呀 我家的骂痛度了,我向街用一下你家的危险见,快点把我开门,我快扁不住了 可是小五妈妈出门之前叮嘱过我不管谁敲门都不能开呀 那可是像物最好的朋友,那是不回便宜的 那这样吧,只要你能说出我最喜欢吃的食物,就能证明你是真正的三只阿姨 那像一哈,你最喜欢吃烤乳猪 你这个假三只,你就是章鱼怪变化的,我才不爱吃烤乳猪 我最喜欢的是胡萝卜蛋糕,哼,还想骗我,我小巫童可是很聪明的,我可不会给你开门 三只来到小巫童看不到的角落里,果然变回了章鱼怪 居然没有骗到他,那我再变一次 我就不信,这次还不行 小巫童小巫童,我回来了,快开门了 这次又是谁,难道是章鱼怪还不死心,又来骗我了吗 唐三爸爸,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海神岛修炼吗 我听说可恶的章鱼怪入侵樱花小镇了,我是回来消灭他的 你快开门,让我进去,拿我的三叉戟 可是小巫妈妈说了,不管谁敲门都不能开 这样吧,你说说我最喜欢吃什么,说对了就证明你是唐三爸爸 这个我当然知道,你最喜欢吃胡萝卜蛋糕 原来你是真的唐三爸爸呀,我现在就给你开门 你快点拿上三叉戟,去帮小巫妈妈吧 不好了,小巫童上当了,他要给章鱼怪开门 小巫童,他是假唐三,你不要开门啊 糟了,小巫童听不到我说话 难道小巫童这次真的要成为章鱼怪的大餐了吗 咱们不疼的,不疼的 小巫年轮人 你不疼的,她仍然没有插临